今天的嘉宾是因为在咱们知识星球里面非常活跃的一个用户 他呢对北美的这种婚恋的情况又非常的了解 我觉得每个国家每个地区他的婚恋状况是不一样的 但因为我是长期是在国内嘛 所以我对北美的这个情况确实不熟 所以我觉得让专业的人发挥他们的专业的才能 就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跟大家说一说这北美的这种婚恋的状况 希望对大家说如果你即将前往美国或者是说你在考虑要不要回国 这样子的话可以给你一个参考 今天是大年初一我们还要做谦聊 其实也是因为嘉宾现在人在美国嘛 所以是美国早上的时间 这么一大早起来真的非常非常的 勤奋 所以我们我觉得也要给嘉宾一点掌声 大家好 我在美国生活了将近十年 然后呢 我从工作学习的各种方面 我对北美的各类人群接触还是比较多 对他们的婚恋观念也是有一定了解 我当时就是秉着这个 我有这部分的知识的心态 我向娟姐问我说能不能给大家做一期关于这样的节目 然后娟姐就允许了 也感谢娟姐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平台 大家可以直接的从我的观点来了解一下北美地区的男女他们的婚恋的一个观念 我主要是想聊一下北美地区中产阶级的白日男生跟华日男生的看法 大多数呢都是我的亲身经历和我见到的很多的事情 所以如果 然后反映出来我自己的观点 如果这方面大家有不同的观点或者不同的见解呢 也希望大家求同存异多多包涵 首先我想定一下中产阶级 按照原生家庭的工资收入这一个非常粗浅的方式 还有包括根据不同的地区和职业这个数字可能会不太一样 但是呢大多数地区 我先跑出纽约和旧金山这两个生活成本特别特别大 在美国属于不正常的一个地区 然后把这些分成大概的三类 原生家庭来说 从工资来讲中产第一阶段是从 家庭收入是从10万美金到20万美金左右 这些人的主要的职业是老师 护士 公司职员 而且还有政府部门员工 这类的家庭的孩子 男生出来通常是一路公立学校 包括小学 数中高中 然后大学学费 必须是需要贷款的 而且大多数父母不会掏钱上私立学校 因为美国的私立学校也是很多的 包括那Top的基础 大部分父母不会掏钱给你上一个普通的私立学校 而且这个收入是没有办法在Top University 学费减免的 第二类的中产阶级是从20万到50万的家庭收入 主要人员是公司的中级管理 还有医生还有律师 还有教授 这一路的孩子通常是上一个非常好的功力 就是家长花了很多地产税交出来的 然后少数人也会上私立 通常这个父母会掏钱给他们上本科 然后不一定会掏钱给他们上医学院和法学院 因为医学院和法学院非常的贵 如果上完的话大概需要30万美金 通常他们如果上这个还是需要贷款的 第三个中产阶级的阶段呢 就是家庭收入在50万到100万的 这一些人的主要职业 爸妈的主要职业可能是公司的管理层 一部分律师的合伙人 有诊所的医生一路私立的从小学上到高中 而且父母会掏钱上私立大学 然后医学院和法学院都会掏钱出全款 而且这些人通常都会有Trust Fund 就是信托基金 保证他从几岁到几岁每个月拿到多少钱 然后我在星球里面看到就是很多的咱们普遍认为的中产阶级的爸妈都能非常慷慨的在一线城市给自己的孩子花很多钱买一个房子 然后让孩子结婚用啊 或者是以后有一个自己的住所 在我之前讨论的第一类跟第二类中产的收入的父母是不会为孩子为了结婚为理由给他们买房子的 可能他们会在会投资的会投资一个小房子给孩子来上学用 三类中产可能会有闲钱支持孩子买一个首付 但是真的像咱们父母全款 真的像咱们国内的父母全款为孩子买一个北上广房子价格的家长 在美国真的是属于上层阶级 不在这次的讨论范围之内 然后我个人认为就是不管是哪个阶级 他的父母对孩子最大的一个投资是他的教育 比如说中上产的父母他就会给孩子最好的私立教育 拿到一个文凭 比如说医学院的毕业或者法学院的毕业 让孩子能走上一个自己挣很多钱的道路 也就是受人以余 然后呢这样子的话孩子自身就不会担心自己没有钱买房这件事情 首先呢我觉得从外貌方面来说 美国人的选美会更加的宽泛而且更加的宽容 虽然真正漂亮的女生还是很强受 大家都觉得漂亮 但是我个人感觉他们更注重的是这个人整体感觉会不会让人舒服 会不会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可爱的人 而不是你的脸长得多好看 而且他们注意身材会大于你的脸 从个人经济情况来讲如果这个女生未来的收入是很高的 她有一个非常未来收入高的工作 比如说医生比如说律师 然后她在市场上的价位肯定是会更高的 另外一点就是很多人都在乎你是否有学生贷款 因为我之前说的中产一二类的女生 或者男生他们都是会有学生贷款的 如果他们读了一个非常贵的学校 或者他们读了一个非常贵的专业 比如说医学院法学院 他们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贷款 美国的学生贷款的利率是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七 很多人比如说医生她三十岁了 可能才能工作 然后到了四十岁贷款 五十岁贷款的可能都还不完 如果是三十万的话 女生的职业方面 一类出生的中产男生的标配 他们的老婆 我观察到的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就是小学老师和护士 占大得数 或者是跟自己同职业的一个情况 这样才能保证家庭收入在那个 他能生活的那个基准 如果中产收入第一级的男生 通常不会让自己的老婆不上班 可能说你生完孩子以后的前五年 休息一段时间来带孩子 但是中生完孩子以后 她还是会回去上班的 不存在那种全职的太太 然后北美女生的另外一个职业选择 我觉得挺有趣的就是 有大量的负责非常非常贵的学费 以及学生贷款的人 他都选择一个完全出了学校 就不是特别有收入的艺术专业 这个专业再加上学生贷款 你的日子如果没有父母的支持 如果你的家庭不是中上产 五十万到一百万 那你的生活就会过得非常的困难 大多数一类二类出生的中产男 都会非常意识到这一点 如果你是一个艺术生 你有很多学生贷款 他们可能不会选择你 如果从前的角度来讲 如果女生做高薪职业 比如医生或者律师 这两个职业需要付出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和很多的学生贷款 大多数中产一类或者二类的男生 如果他们自己不是这两个专业 他们很少会选择 医生或律师出身的女生 一方面是他们 这些女生给他们的时间 不会特别多 他们非常非常的忙 第二方面就是 男生都希望女生能够顾家 能够生孩子 这对医生和律师的职业 都是有一定的伤害的 下一点是关于女生的家庭出身 大家可能有一些意识看电影 或者电视觉得说出身不重要 美国人不管这个 我可以这么讲吧 就是如果男生的 他是一类中产出来的 他自己的一个收入也将维持在 自己父母那一个一类中产的 一个收入的话 他可能对于女生 如果条件比较普通 家庭出身也是同样 他不会特别挑 但是如果是二类中产出来的 自己能达到父母 二类中产的一个社会地位和收入 他是会非常非常的调替 女生的出身的 他会找三类中产出身 或者是二类中产出身 跟自己同样收入的人 三类中产出身的 就是我之前说的家庭收入在50万到100万的这些男生 他们的选择方面更广 而且他们可能真的不是特别挑 因为他们已经很有钱了 不需要再去在乎女生的家庭情况和地位 另外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 在美美的婚姻市场上 医生跟律师的女儿在婚恋市场上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 尤其是医生 我一说我的女朋友的爸爸是医生 或者我的老婆的爸爸是医生 马上就能告出别人一解 从宗教方面来讲 如果这个男生是特别虔诚的信教的 包括天主教跟基督教 他们是不会考虑自己的老婆是不信教的 他可能在dating的时候他不是特别在乎 但是如果他自己虔诚 如果他需要结婚的话 他希望自己的老婆也非常的信教 如果你们俩不是一个教 或者你不信教 他可能不会优先考虑你 从种族方面来讲 保守地区的美美男生只和本族群交往 比如说白人找白人 黑人找白人 黑人 墨西哥人找墨西哥人 如果在跨种族交往的地区 通常是四项比较开放的 比如说就是蓝色的州 然后在这些开放的地区 如果两个人的个人条件 包括你的外貌和女生的挣钱能力是相当的 你们俩如果有感情基础的 男生肯定会优先考虑的是这些方面 而不是你的种族 这个是我之前的老板 他的家庭出身是一个老前家庭 什么叫老前家庭呢 就是美国东部的很多非常有钱的人 他们在祖父祖祖父那一本 已经完成了原始财产的积累 可能在美东的好几个大学里都有他们家的名字 命名的楼 就是他们祖父捐的款 他们这些学校去了都不需要面试 直接就可以进去 他自身本身是藤校毕业 然后有藤校人毕业毕业履历非常的好 然后自己的收入应该是我能说他在中产的三层左右 可能他会有其他的家里的钱 但是他自己的收入就在中产三层左右 肯定不会有自己的祖父那么有钱 然后他的老婆是一个比较小的周来的 我之前也在想他们两个是在怎么认识的 为什么会交往 因为他们俩从这一点来说就看起来不是特别的compatible 叫做两个方面都符合吧 然后随着我更多的了解 他的老婆的家里虽然是比较小比较偏比较穷的 这个州出来的 但是他的老婆跟本州州政府的关系非常的好 他州长可以请他爸爸去家里吃饭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我挺震惊的一点 他老婆有一匹马 这匹马养了将近三十年四十年 马的寿命是五十多年 在美国养一匹马的价格和你去租马或者训练马 是完全不一样的 养一匹马的价格大概一年需要花至少两万美金 就是说他们家为了他们这个孩子的马 从他小时候到现在已经花了将近一百万美金可能 知道这个事情以后 我当时震惊也不震惊 震惊的是这个马竟然花了这么多钱 不震惊的是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他们有一个精准的名买标价和门当户对 如果你是一个中上产的话 你往下取的可能性是有的 但是大多数人都会选择跟自己一个阶级来自偶 讲一下ABC的则 这一类人呢 如果他的爸妈是尤其是博士毕业通过上学来留下来的这一类的人 通常家庭都受到非常良好的教育 自身的学历也会非常高 对女性的偏向来说 你把她们当作美国人看待 我是这么想的 虽然她们长着一张亚洲脸 可能也会说中文 但是她们真的就是美国人 她们之前我讲的那些事情跟她们的身上是完全可以匹配的 我觉得更好的一点可能她们由于家庭教育和自身家庭是移民家庭来说 她们可能会更加单纯一点 她们考虑社会地位的方面会少一点 对于种族的选择 尤其是土生土长的美国的华人 如果他是在一个华人比较少的区域 他可能更加prefer 更加倾向于找一个白人女生 我之前的一个同学 家里三个男生 都跟他爸爸一样是学习特别的好 三个全部上了藤校 然后三个孩子 他们不在学校做科研 然后全部娶了白人女生 而且是自己的同学 两个人一起做科研 就是说虽然她们的父母可能会希望自己能娶一个同种族的女生 娶一个中国女生 或者讲中文的女生 但是她们自己的生长环境 导致她们的思维跟她们的做法都是一个美国人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说吴燕祖为什么要去Lisa S 虽然吴燕祖是讲中文长着中国脸 从内心来说她是一个美国人 她会倾向于找一个语言上和文化交流上没有隔阂和障碍的人 第二点呢就是讲15岁以后移民的华人男生 他的大部分的思维以及他的行为模式可能更倾向于一个真的中国人 这一部分的男生他的选择相对于在北门来说比较少 如果在华人比较少的地方 很多一部分的跟选择跟国内来的留学生结婚的这一部分男生 都是15岁以后来美国移民的华人男生 因为她们的文化背景更加相似嘛 然后语言方面没有阻碍 女生的选择她们也因为文化背景更相似 并且跟她们可以讲中文 下面讲一下中上产女生经常下家的现象 尤其她们在竞争小的环境下长大 家庭非常富裕 我之前讲的中产二类或者中产三类出生的女生 她们可能会更加丧失一种奋斗的力量 特别奇怪的一点就是 很多这样家庭的女生如果她不是特别聪明 她就会选择去当小学老师 这是一个不是特别的劳动力密集 但是挣钱挣的真的不是特别多的一个行业 这个案例的男主人公是我 我之前的同事她自己的出生应该就是中产家庭一类 比较震惊什么样的家庭会让自己的女儿在17岁生孩子还跟这个男人结婚 然后以前还生了这么多孩子 因为大多数家庭都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然后他们怎么会有钱养得起这么多孩子 在17岁的时候没有收入 是怎么可能有这个时间精力去照顾这个孩子自己还能去上大学的 后来我跟她聊天 然后是圣诞节嘛 然后我说圣诞节你去哪里 她说圣诞节我去佛罗里达区的一个豪宅区 跟我的老婆的爸妈和家人一起去度假 我说你为什么去这个豪宅区呢 因为这不是一个旅游的景点 然后她告诉我 她的老婆的爸爸花了将近七八万美金 在佛罗里达的这个豪宅区租这个豪宅 租大概半个月让全家去旅游 她老婆的爸爸是一个本地的四大的一个partner 就是合伙人 像这个案例呢 我就是想说一下 有时候呢虽然大家看表面条件看得很严重 中产和中产以上出生的白人女生 他们很多时候真的是就看爱情 看得比其他东西都要严重 相对于中产男生的条条框框来讲 虽然他们是青少年爸妈 然后挣钱挣的完全没有自己爸妈那一倍阶层多 但是他们自己过的也是一个比较幸福的生活 有很多孩子 所以说不是所有人的选择都是说是亲爱或者是家庭地位 很多人的选择都是可能为了感情或者为了自己组建自己的小家庭 下面讲一下从国内三四线城市出来的一个条件非常普通 甚至长相啊都比较一般的一个女生 她可能在国内的市场上受到的苛代会非常的多 但是如果你到了美国来 可能会稍微的情况好一点 我看了很多星球里面的新有的各种介绍 我也认识到不光是大城市还是小的县城 如果你的家庭没有很多的助力 然后你在三四线城市如果你的长相也比较一般的 你只能匹配一个条件比较一般的攻心的男生 而且你可能受到的待遇肯定没有你的 如果条件好你的受到的待遇就会更好 由于第一我觉得美国的审美没有美国内那么严苛 然后女性的事业发展没有国内那么受限 女生呢如果是这样条件一般可能学历比较好 她可以通过自身的工作和择获得一个更有幸福感的 有真爱的婚姻并且呢过上中产一季或者中产二季的生活 就像娟姐之前说的如果你选好了一个梯子 把自己的放在一个比较对自己有利的环境里面 可能你的弱项就不是那么的明显 然后你的长处就可以被发挥 你就可以通过自己的美国这个词叫manipulation 中文叫制衡 就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 然后让自己过上一个更好的生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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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